新聞全球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馬上帶您關心 日前有一艘中國快艇 在金門越界 因為躲避我方海巡人員 查器 翻船之後 造成兩人死亡 這場風波挑動兩岸敏感神經 中國海警宣布將在京夏海域 常態性執法巡查 而今年上午就已經派出了四艘執法船 一艘艘漁船停靠在岸邊 漁民忙著準備正常出海 中國快艇越界捕魚 造成兩漁民死亡事件 引發兩岸重視 正值敏感時刻 金門漁會也提醒漁民出海 提高警覺 有狀況立刻回報 國台辦強硬發言稱金門無盡限制水域 中國海警18日宣布將在京夏海域展開 常態化執法巡查行動 據中國港口網資料顯示 19日上午就四艘中國執法船舶在京夏海域出沒 其中一艘資訊顯示長達92公尺 中方也出動大型執法船護漁 動機備受關注 我想有一個隱形的線在那裡 大家只要照原來的規矩 正常的去做原來的這個漁民的 這個捕捞作業 原來這些海域上相安無事 就做正常的捕捞動作 我相信也就不會有什麼樣的事情發生 海委會主委管碧林也公布海巡署三年救援 中國船舶15次的案例 期待讓善的橋樑持續創造兩岸人民的福祉 海巡署則回應將運用雷達守望巡邏三道 堅針目搜證 並跟國防部等單位共同掌握對岸動態 請漁民放心出海 至於未來今夏水域是否有可能 比照中日在釣魚台海域對峙的態勢 而釣魚台化 學者認為仍有待商權 林英又也認為危機也是轉機 我方可以利用機會以海巡署執法單位為主 作為與中共互動的窗口 在被傳統安全與人道救援海上執法上 創造互動溝通的機會 記者早後報導 國內的食安問題從過年前延燒到年後 又傳出了知名品牌的豆干 竟然混有一隻疑似老鼠的干絲 這起案件有點特別 消費者是在台南買到這一包問題產品 豆干業者是位在台中 而今天卻傳出了 這批豆干是賣給高雄市的一家公司 自行包裝銷售 高雄市衛生局下午也展開了雞茶 台中市食安處雞茶人員 十九號上午來到台中 這間工廠裡頭雞茶 工作人員正拿著包裝袋 向雞茶人員解釋 而這間就是豆干產品裡頭 被消費者發現有老鼠干絲的製作工廠 不過經過雞茶 並未發現有并沒出沒痕跡 雞茶結果 並未發現有并沒出沒的痕跡 且隨即抽檢現場的成品 也沒有發現并沒的異物 但是現場的排水溝未加蓋 電風扇基層 以及排風扇未加沙網等缺失事項 已開地限期改善通知書 就是這張照片 上頭可清楚看到老鼠的頭部 眼睛 皮毛 甚至是形體都十分清晰 當事人透過明代轉述 今年春節期間在台南 買了一包知名品牌豆干 但沒想到才吃到一半 居然發現包裝裡頭有老鼠乾絲 嚇得當場吐出來 後續仔細查看有效日期 是2024年9月29號 也立即向明代陳情 他還是政府衛生局通報 明代強調 相關單位應該立即展開追查 清查到底有多少類似的食品流入市面 也要求同一批次的豆干食品必須立即下架 不過豆干業者也表示 包裝是由高雄市小港區業者進行分裝以及包裝 下午高雄市衛生局前往集查 發現產品已回收下架 至於分張作業現場 也無相關產品 現場環境也設有主角 並沒設施查無暑機 記者文正和您健身 王羅亭綜合報導 重要的國際情勢 我們先來關心在俄烏戰爭 這個星期六就要屆滿兩週年前戲 烏克蘭軍隊遭受重大挫敗 俄羅斯宣布已經拿下了烏東的重要戰略城市 阿夫迪夫卡 這是俄軍去年五月以來 首度取得重大進展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證實 烏軍從當地撤退 強調原因是烏克蘭的彈藥短缺 他也呼籲美國要儘快提供援助 插著俄羅斯國旗的坦克 快速開進城市 駐守烏克蘭東部城市 阿夫迪夫卡的烏軍 十七號布迪俄軍猛烈攻擊決定撤退 俄軍隨後進駐 並宣稱這是去年五月佔領巴赫姆特後 首度取得重大勝利 阿夫迪夫卡位在頓巴斯工業區 當地曾有歐洲最大的焦炭場之一 具重要戰略地位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隨後證實 烏軍已撤離當地強調彈藥短缺 是撤守主義 呼籲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 儘快提供更多支持 拜登強調美国對烏克蘭的支持不變 但當媒體問到美國能否在烏克蘭失去更多領土 錢提供資金援助 拜登向記者坦言沒有信心 美國參議院上星期通過規模 九百五十億美元的對外援助法案 其中六百億用在原屋 不過眾議院要到二月底之後才開議 共和黨籍的眾議長強生 也多次表達反對立場 資金是否能夠獲得批准人未可知 公視新聞 帥您編譯 另外在尾巴衝突方面 以色列今天發出最後通牒 如果哈馬斯沒有在三月十號以前 釋放所有人質 以色列就要出兵攻打加薩南部城市拉法 以色列總理納塔雅胡也在內閣會議 提出反對國際社會 單方面強行推動巴勒斯坦建國 儘管國際社會反對以色列 對加薩南部邊境的拉法市發動地面戰 以色列仍然設定了軍事行動期限 暫時內閣成員甘茨十八號 在一場演出表示 如果到了三月十號 伊斯蘭摘接約開始時 以色列的一百三十二名人質 還沒有全部回家 戰鬥將在各地繼續下去 包括拉法地區 屆時將跟美國與埃及夥伴協調 幫助平民撤離 盡量減少傷亡 埃及已經在加薩拉法邊境 建造大型的水泥圍欄 以防止以色列地面進攻 導致大量八人越境逃入西奈半島 埃及沒有正面承認 表示是在興建一個後勤區 為加薩接收援助做準備 包括興建卡車停車場 倉庫 辦公室與司機住宿措施 加薩走廊人道危機嚴峻 加薩衛生部表示 拉法市北部漢尤尼斯 全加薩第二大的納色醫院 因為缺乏燃料以及乙軍的突襲 已經完全無法提供醫療服務 只剩四名醫護人員 照顧所有患者 目前超過一百四十萬 流離失所的難民聚集在拉法 一旦發動地面戰 將釀成超乎想像的人道災難 但停火談判陷入僵局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面對國際壓力 態度卻更趨強硬 誓言一定會完成任務 還在內閣會議提出一項 反對國際社會片面強迫以色列 接受巴勒斯坦建國的聲明 教父表決 聯合國最高法院 則從十九號起召開聽證會 衡量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以來 佔領巴勒斯坦約旦赫西安 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等領土的法律後果 預計將由五十二個國家提出相關證據 舉證國的數量創下歷史新高 國際法院可能在今年底之前 做出不具約束力的緊急裁決 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 美國前總統川普雖然現在民調領先拜登總統 但是卻在司法角力戰接連遭到挫敗 紐約州法院日前判決他的詐欺罪名成立 必須要繳納三點五五億美元 折合新台幣一百多億的罰款 不過川普陣營已經決定要上訴 他本人也在造勢活動的演說當中 痛批對手以司法作為武器介入大選 台下的支持者大聲歡呼 川普也跟著鼓掌 這原本不是敬血造勢場合 而是在費城舉辦的運動鞋大戰 這是川普的業者在現場推出 川普親自簽名的限量板球鞋 最貴的號稱要價三百九十九美元 折合新台幣超過一萬兩千五百元 川普在現場還提醒支持者 從初選到大選一定要出門投票 不過除了反對川普的陣營公開抨擊主辦單位 讓川普有上台發言的機會 司法體系也莫刀霍霍 川普家族事業重刑之一的紐約 當立法官在上個月判決檢方勝訴 認為川普家族企業涉及不實的財務報告 詐欺罪成立要求川普必須繳納 三億五千五百萬美元 相當於新台幣 一百一十一億四千四百萬元的罰款 但曾任檢察官的加州律師拉曼尼 卻對川普案有不同的解讀 川普本人在出席費城的運動協大展之後 趕往密西根州的造勢活動 演說中也免不了痛批對手陣營 以司法為武器進入大選 對此已經有川普的支持者發起募款 要幫川普繳納罰金 也有卡車司機團體準備抵制紐約州 拒絕為紐約運送貨物 這次的判決屬於民事 除了罰款之外沒有坐牢的問題 這一對選情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關於新聞許家人編譯 鏡頭轉到澳洲 雪梨近日傳出的 食棉污染事件範圍繼續擴大 當局表示在更多學校 發現了這種致癌物質 另外遭到污染的地點 還包括了超市跟運動中心 為了安全起見 原定十八號舉辦的雪梨同治狂歡節 臨時取消 環保單位也緊急檢測 美國流行天后泰勒斯 本週要舉辦演唱會的場地 幸好結果是音信 演唱會可以如期登場 學校周邊拉起封鎖線 工作人員穿著全套防護衣 處理被防水部覆蓋的污染物 澳洲雪梨的食棉污染事件範圍再擴大 又有七處公共場所 包括學校 體育中心和超市 因為受到食棉污染遭當局緊急封鎖 自從一月底在雪梨一處遊樂場 發現食棉污染後 當局陸續在四十一處地點的覆蓋物 發現年節食棉 新南威爾斯當局 已設立一個食棉工作小組 提供環保局更多資源與支援 這是一九九一年此機構成立以來 進行的最大規模調查 環保局最新更新指出 截至十八號有近七百項檢測 結果為陰性 美國流星天后泰勒斯 原定二十三號開始 連唱四天的演唱會 在場地檢查沒問題後將如期舉行 不過原定十八號舉行的雪梨同志狂歡節活動 則遭到取消 食棉因為有加固水泥和防火 特性 十九世紀末成為普及建材 不過後來研究發現吸入食棉纖維 可能致癌 目前許多國家都已禁用 公司新聞這位人編譯 繼續要帶您看 中國西北部的新疆和甘肅一帶 近日同時出現了暴雪 和強烈沙塵暴 飛沙走時連汽車的擋風玻璃都急破了 部分地區的天空是一片橘紅伸手不見五指 超過四萬名旅客被迫滯留 已經被當局緊急安置 而這一波惡劣的天候將會持續到二十二號 走出土姆舒克車站 民眾驚覺上午的天空竟染成一片橘紅 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新疆地區週末暴雪肆虐又有強烈沙塵暴來攪局 部分地區能見度不到五十公尺 必須仰賴公安指揮交通 而強風捲起飛沙走時 公路上受困民眾必須攀著欄杆行走 以免被吹走 還有車輛擋風玻璃被吹起的沙石砸碎 不只沙塵暴讓城市陷入無理物中 暴風雪下不停 連警車都被大雪包圍失去方向 但公安還是得出動協助動彈不得的車輛 而甘肅地區為了保持交通通暢 趕緊派出殘血車殘血 並重新在路面鋪上沙石 在強烈沙塵暴擊降雪夾擊下 甘肅新疆一帶被迫封閉了五十四個路段 關閉七十多個收費站 就連內蒙古汉青海也跟著關閉了七個收費站 估計至少有一萬兩千部車輛受困 超過四萬名旅客被迫滯留 有關當局已經出面積極安置 不過這波寒流帶來的惡劣天氣 將持續到二十二號 包括零下 陝西 山西等地區都受到影響 故事新聞在會面別一 現在到了新聞猜猜看的時間 馬上請批帥來出個題目吧 好的 各位觀眾是否正在計畫到日本看櫻花呢 而在以下這幾個地點 你知道哪裡的櫻花會最早開花嗎 一 東京 二 仙台 三 札晃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個呢 接下來也是來自於日本的消息 畫面上這是被列為日本三大奇特祭典之一的 岩手縣蘇明祭 舉辦地點在澳洲寺的黑石寺 據傳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 但是今年就是最後一屆了 按照傳統這個在二月寒冷季節舉辦的祭典 參加者在夜裡頭先用冰冷的河水晉升 然後拿著燈籠走過火堆 到寺廟裡面爭奪一個叫做 蘇明代的護身符 儀式的目的是祈求神明消除災厄 五穀豐收 而看到這裡你應該已經注意到 而參加的人都沒有穿衣服 事實上 他們原本都是全裸的男性 後來因為觀光客變多 還有一些外地人故意跑來裸奔 所以最近這些年就要求大家必須穿上 丁字褲 十七號深夜是蘇明祭 因為疫情睽違四年之後再度舉辦 沒有想到因為當地人口老化 人手不足 辦完這一次就要走進歷史 穿著傳統祭典用的丁字褲 男子們排隊準備下水 用冰冷的池水往生上林 這是日本號稱三大奇特祭典之一的 蘇明祭 每年二月沿首縣澳洲市的黑石市 都會舉辦一場祈求無骨豐收 無災無惡的蘇明祭 因為參加祭典的男子幾乎全身赤裸 又稱為裸祭 今年的蘇明祭有來自日本各地的民眾參加 人數超過過去兩倍多 因為這將是史上最後一場蘇明祭 最後就是參加了一場的地方 我覺得很深刻的思想 失去的地方是很難的 丁小縣的蘇明祭有超過七年的歷史 祭典需要參加者晉升之後 拿著燈籠繞繞行寺廟 最後進入寺廟祈福 並且集中到寺廟中的藥師堂 爭搶一代護身符 由於每年都是徹夜舉行 加上來參觀的遊客高達兩三千人 因此從前置作業到祭典當天的人潮管理控制 都需要不少人力 但受到主辦寺廟的信徒高齡化 人手不足影響 越來越難依照過去的儀式持續舉行祭典 寺廟宣布決定辦完今年的活動就終止祭典 未來改由住持送經祈福 同樣是裸祭愛知縣道澤市的國府宮裸祭 為了解決高齡化人手不足的問題 則是首次決定開放讓約一百名女性 穿著祭典服飾參加部分的儀式 不只讓有一千兩百五十年歷史的祭典 能夠持續傳承 也讓祭典的形式隨著時代與時俱進 當傳統遇到現代 總是可能發生衝擊 隨著AI熱潮席卷全球 許多藝術家很擔心自己的權益 會受到侵犯 但是也有其他人從不同的角度出發 認為藝術家與人工智慧的合作 能夠帶來全新的效果 公視國際記者洪亞方 在英國倫敦專訪AI藝術先驅阿納多爾 我們現在就來聽聽他的創作動機 AI不只能蒐集演藝人類的思維跟行為 新媒體藝術家阿納多爾 將AI的觸角伸進自然界 AI模型從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 和史密森學會等大型資料庫 蒐集超過五一張圖像 長達七十年的錄音 也加進了團隊親自走訪十六個 與零收集來的數據 創建出了一幅幅結合科技 科學和藝術的作品 取之於公眾也將用於公眾 這場藝術展出更是針對AI的大眾教育 阿納多爾創造AI藝術長達八年 不僅是第一位利用AI創建公共藝術者 也成為第一位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收藏創作的AI藝術家 而他深信 藝術家和AI合作 能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 我已經八年了 我是一輩子的 網上的網絡生 網絡1、網絡2、網絡3 我相信像我 有很多藝術家和創作者 在想像機器的能力 和資料和數據 我認為這是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必須取消智能 阿納多爾利用AI記錄下修飾的 珊瑚礁和雨林中的故事 讓AI成為連結世界中 已失去或忘記的工具 而這場作品展 地球的迴響生命檔案 展現AI生成的視覺 聽覺甚至還有香味 完整的沉浸式體驗 阿納多爾也透露 下一步將會研究AI的味覺 AI生成的作品 能不能被稱為藝術呢 這個話題從大象內彼岸 燃銷到了英國 而在未來幾週 在英國的藝術界 也勢必會成為話題 恭喜國際記者 本來在英國倫敦的採訪報導 好的 繼續要帶您關心 真實的大自然 高雄市的壽山公園 因為有民眾 刻意去種植花草 或者丟棄盆栽 結果讓外來植物 暴增到了三百八十種 專家很擔心 將會影響當地 原生植物的生存空間 這裡就是我們的泰國股 一連幽夢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泰國股 有個浪漫的名字 一連幽夢 因為這裡的外來植物 僅憑粉騰 在陽光照射下呈現金黃色澤 看起來很夢幻 但它的氣根 只要一碰到泥土 就會迅速拓展地盤 排擠原生植物 因為土被它搶了 陽光被它搶了 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些植物 就沒有辦法再生長出來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委託中山大學 進行調查 發現近年部分外來植物 出現擴張趨勢 例如五年前 還很零星的樹株珊瑚 現在在步道邊隨處可見 公園管理處辦理移植活動 希望抑制他們的生長 壽山的植物 約有四成是外來種 其中不少是原藝景觀植物 除了人為可以種植 外來植物也可能因為民眾 隨意棄至家中盆栽 進入野外 壽山綠油油的樹冠層 其中有不少都是官葉植物 和果育的葉子 壽山也是有很多原生的 藤本植物 那可能就跟它競爭 那比方說它如果佔據了 原本應該是原生的植物 要生長的空間 那它就會 就是會導致原本的原生植物的 生長狀況就會受到影響這樣 許多昆蟲只吃特定種類的植物 原生植物減少 可能會影響他們生存 學者呼籲民眾 應避免將圓藝植物移植到野外 讓原生植物能有更多生存空間 記者林舒凡 陳天堡 高雄報導 再來看 周美洲國家瓜地馬拉的一所動物園 為園裡頭的亞洲象奶奶 歡慶她的六十三歲生日 這一頭大象有個特殊的故事 它是從馬戲團被救出來 還曾經被人拍到 試圖營救落水的羚羊 而在網路爆紅 在大家的歡唱聲中 獸星大象特羅皮塔緩緩走出來 瓜地馬拉的一所動物園 幫大象特羅皮塔 還慶六十三歲生日大獸 原方特地準備了兩個巨大水果蛋糕 要讓特羅皮塔大快多一 特羅皮塔是一頭亞洲象 2008年從馬戲團來到拉奧羅拉動物園 十六年來成為動物園的明星動物 與羚羊住在同一區的他 2022年還因為一段影片 在社群網路上爆紅 有網友拍到特羅皮塔 發現羚羊掉進水池 緊張地呼喚思量員前來 還用長筆蒂樹枝試圖營救羚羊 讓網友搭贊大象果然有靈性 羊羊的亞洲象的平均壽命約四十八歲 目前已被列入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的 冰尾物種名錄 不少家長趁著週末假期帶小孩來動物園 一起歡慶特羅皮塔的六十三歲大獸 公視新聞 江文編譯 現在就再把鏡頭交給P帥 請他來揭曉新聞猜猜看的答案 好的 根據日本各氣象單位的最新預測 今年櫻花開花的日期 會比往年平均來得早 東京大約在三月二十號左右 先臺灣兩個星期 會在北海道的雜晃 則是到四月三十號才開花 答案是一 你答對了嗎 謝謝P帥的說明 也謝謝您收看今天的公視新聞 全球化 我是黃明明 我們明天晚間六點半再會 謝謝P帥 謝謝P帥 給你